当播澳门《市民日报》《澳门》 2022年12月1日 五经屋短期拍板户型比例 运输公务范畴施政方针中 计划于明年开展新一轮经屋申请 多名议员先后关注有关未来房屋政策问题 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表示 短期内明年会订定五个经屋项目的 次一、次二、同次三户型比例 当局有充分资料参考 包括政法局在年初发布的住屋政策研究 他又指 目前售价方面暂时未定 但当局预计首三千个经屋单位于2024年先会建成 现阶段仍有时间研究 议员梁孙玉表示 施政方针提到明年会推出三轮经屋申请 接下来新一期经屋申请有多少间屋 怎样进一步改善个人申请者陪跑 甲屋、经屋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基于什么原因去选择制定不同方向的政策 经屋定价 经屋申请入息下限会不会因应收入的情况向下调整 避免同社屋申请收入上限重叠 罗纳文指 关于经屋现在有很多资料 有三千屋、八千屋 申请人的资料都有 短期内决定明年过五个经屋自一、自二、自三 互形的比例 目前未定 但有充分资料 而甲屋和经屋不同 在社会上有不同的需求 有些较贫穷有些较富裕 所以因应不同经济 财政状况的居民 建设不同公屋类型回应社会不同的诉求 另外 无论是轮后夹屋 还是申请经屋 希望大家要自己做决定 现时经屋售价未定 他认为因早前的三千个经屋预料2024年才起好 现阶段还有时间研究定价 对于经屋申请收入下限是否可以调整 政府会研究 经屋要有稳定供应先行常申请 议员马耀峰表示 随着新城汽区2万户单位陆续供应 政府会不会因应申请的最新数据 考虑实施经屋行常性申请 而在新经屋法实施后 经屋永远圣经 房屋当局将对经屋的分配有更大主动性 请问未来会不会容许以购买自一经屋的家团 当家庭成员增加时 将以一经屋回收于政府 再购买自二以致自三经屋单位 以配合政府鼓励生育的家庭发展政策 罗立文回应指 以社屋为例 可行常性申请是因为有把握 有足够单位提供 比合资格轮候人士在合理时间内上楼 但经屋暂时不行 他更强调有稳定供应先可以行常性申请 故经屋目前站未有条件推行常性申请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记住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